金刚经的课第二等课 所以这个金刚经的课第二等课之前 我要给口传 那口传的之前呢 为了要得到口传 要先宣传的 所以大家一起跟我一起宣传的 就是要观想 为了要得到这个金刚经的口传 我们要供养 身口意 身口意 功德 所有的一切的一切我们要供养 所以我们要供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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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好,首先我們要念那個歸三寶的句頌 佛斯維珠的refuge prayer 佛斯維珠的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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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四无量心》 接下来我们要说四无量心 now we are going to chant and practice the 4 immeasurables it is in the prayer boo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像我给金刚经的口传 那所有的佛经都需要一个传 得到传 为了这个法 而进入 你的身体 进入你的心 不只是进入 而且 sink 沉下去 这个法的干入 不只是沉下去 而且呢 让 跟这个法的根入 跟你的心 变成无耳无比 得到这样的价值的话 必须要得到一个传 对于你的脑袋 像磯 磯 to go in your body into your mind,and to sink within your body,within your mind,and to become one with your mind,and one with yourself,you need to receive the transmission. 所以呢,这个叫做一个船,这个船呢,有五个不同的船,我们藏文叫什么,藏文叫龙,龙,龙, 明君,明儿君,歇君,提君,明儿君,也就是说,口船,一个是口船,第二个呢,是口缺的船,口缺,口缺的船,第三个呢,论的船,论, 你知道解释论的那个,经跟论,论的船,第四个呢,解释的船,解释的船,第五个呢,第五个叫经验的船,经验,Experential经验,经验的船, 所以最部分的船是口员主持组的船,两个是手船的船。 ブーブ one is documentary transmission the fourth one is teaching transmission The fifth one is experiential transmission 所以有五個船 都有五個船 所有的經都有這個五個船 那口船呢 所以今天我給的是要口船 得到口船以後 你念這個金剛經 你這個思維這個金剛經 修金剛經的話呢 對你的心上的影響力非常大 比一千萬大 我不知道中文的這個意思 你們知道嗎 比如Juicy 沒有得到口船說念的時候 有一點乾乾的 得到口船以後念的時候 變得很Juicy 比較變Live Live怎麼說呢 中文 比較活起來了 所以這個口船呢 修一個法的話 這個口船很重要 它的影響力非常大 它的功能 不可思議 那我要給口船的是什麼 我要給口船的是 這個金剛經有很多不同的 很多不同的 就是他翻的 玄奘他翻的 還有很多人翻的 中文有很多 很多人翻的 中文有很多 按藏文的 當然我看得很懂 可是內容都是一樣 內容都是一樣 沒有差別 所以我先給口船給你們 要得到口船的話呢 你們要注意力聽 心安住在這邊 這個音啊 口船 金剛經的口船 是吧 你要口船的 就是這個音啊 金剛經的 不可思議的這個音 一定要讓這進去你的耳朵 不要漏掉喔 所以你需要注意力 不要亂想啊 不要心 所以這是這個咒語 念咒語 持咒 為什麼它有很大的能力呢 這是神的聲音 那你們認真地聽 不要妄想啊 那我開始傳了 那我開始傳了 那你驚能的速度會大家 會非常強悶走到你的身體 所以它 ض到彈圾去過 那我開始傳了 那你驚能的世界 出來的魔力 和你驚能的 地道成果那些 我開始傳了 那你驚能的手套 那你驚能的 剛才而出 Closed captioning by Leo Saab Chowdhut Closed captioning by Leo Saab Closed captioning by readers Closed captioning by Leo Saab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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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所以呢 这个叫金刚 那这个金刚呢 这个能量 所以呢 这个金刚金啊 金刚金有数个中文翻成什么 藏文的 金刚金 这没有那个 那个意思 Gat 意思没有 Gat的意思没有 有些中文的翻译 叫什么 能断 能断金刚金 能断 这个才对的 能断金刚金 为什么呢 如果允许你允许的话 如果你让这个金刚金的话呢 这个金刚金会 砍掉你的头了 这个金刚金会 消灭 金刚金会 消灭 你现在的你 你必须要 为了要 为了要 重新生的话 你必须要 你必须要 现在的我要死的 灭 没有死 没有死亡 没有重新生 没有重新生 所以金刚金是 你可以说 金刚金是 杀魅的 辱者 也就是 让你重新生的母亲 两个都是 这样听懂吗 两个都是 金刚金 我重新再说一遍 金刚金是 杀魅的 辱者 也就是 让你重新生的母亲 为什么呢 因为 金刚金会 去处 我之 生起 无我之 金刚金会 去处 我爱之 生起 立他的慈悲心 菩提心 金刚金会 会去处 你的 幻想 生起 不生 不催的 智慧 所以 这个金刚金 叫什么 能断 能断 断的意思是 这 断出的断 就能断 金刚金 那我自己 在英文里面解释一下 所以 這 Dahman Katra Sutra sutra 是 Dahman Katra Dohjic Chop Dohjic Dahman Katra 这一设计,为了解这一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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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常有力的。 如果你让你让这个Darmankara, 你剃你的身体, 它会死你。 你必須要死,你必須要死, 無法死,無法死,無法死, 無法死,無法死,無法死, 所以這次這個Daman Kata Sutra, Kata,Kata Sutra is both murderer and a mother. Because Dhamma Kata, if you allow it kills your ego and it brings, it gives birth to mindfulness. It kills self-cherishing thought and it gives birth to cherishing others. 所以呢,能斷金剛波的意思是這個。 所以呢,能斷金剛波的意思是這個。 就是波羅的意思是甚麼? 波羅的意思是甚麼? 波羅的意思是甚麼? 藏文呢 希瑞 那意思是什么 波罗的意思是智慧 智慧 智慧 那什么是智慧呢 知识是不是智慧啊 知识的人 有智慧的人 有智慧的人 知识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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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啊 博士 有智慧的人 那他会不会有智慧的人呢 很多博士不知道怎么过生活 哇哦 那這個通明是不是智慧啊 也不是 很多通明啊 最后倒霉咯 那智慧是什麼呢 智慧是 你的內在的能力 分斷 分得很輕 什麼是對 什麼是錯 哦 哦 這個的 內在的 心的一個 優點啊 可以說 心的一個能量 啊 這個就是智慧 你有這個 有這個的話呢 這就有智慧了 有智慧的話呢 那 就不會有 有那麼多的 那麼多的執著 看得清放得下 沒有 沒有 心沒有那麼煩 這個叫智慧 對 可是在這裡 這是最頂級的 最高的 這是 心往的智慧 最深的智慧 比這個深 有沒有 沒有 比這個 高的 有沒有 沒有 比這個高的智慧 沒有 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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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this Dhammankatra, Pranjaparamita, Pranjap, the Sanskrit word is dividing, the Sanskrit word Pranjap, is a wisdom, is a wisdom, the indestructible wisdom, the wisdom that unborn, undie, the Vajra, the energy, that wisdom, indestructible. That wisdom, Pranjap means wisdom. Normally what is the knowledge is the wisdom? No. Knowledge is the gathered information. It is borrowed, it is not yours, it is borrowed from the book. It is a copy and paste. You know, the professor is very knowledgeable, but not necessarily have wisdom. Many professors, you know, they don't know how to lead a life, a hefty life. The wisdom is not intelligent. Intelligent. It is an intuition that the bond within naturally and it has the ability to solve the temporary problem in life. For the time being is solved, but the long term, it brings a problem. You know, it's a quick fix. But the wisdom, what is the wisdom generally speaking? Wisdom is the ability to dissent what is right and what is wrong. When you have that kind of ability within yourself, then you have a wisdom. When you have that kind of the wisdom, then you don't have strong attackment or grasping. Because with wisdom, you know, the more grasping you have, the more it hurts you and it hurts other people. And you feel like, oh, with this wisdom, you won't have the naive belief that if I'm successful and famous, then I will, the many people follow me, love me, and then I will be very happy. Or some, right now, I'm not happy. I'm looking for someone very idle, tough person out there. So this loves me and I love that, that person is waiting for me. I have to go and search. I have to go and search. You are searching after illusion. Yeah. So when you have that wisdom in the air, it helps you to reduce and eventually overcome the and then you are grasping at the self. That is the wisdom. Here, Prancha, Paramita wisdom is the greatest wisdom. wisdom. Why? Because it is the highest wisdom. The peak of the Mount Everest consciousness and the deepest nature of the wisdom. That is the reality is the только one minute. That is the type of pure summit. But it has the eternal manipulus, the part of an image in the way. My peace is the北 of the middle. The European market. 藏文叫parituchin, 半文叫paramidam 英文叫perfection 那這個paramidu的意思是什麼呢? 超越了另一面 超越了另一面 也就是說 找到了另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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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哪裡找到了另一邊呢? 從這邊 輪迴找到了Nepa 從這裡 我之,我愛之 從這邊找到了 無我之 愛他的菩提心 從這邊 從這邊 凡夫的這邊 走到了 世間的這邊 走到了初世間那邊 從色這邊 走到那個玉 從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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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 涅槃 從這邊 從這邊 這個大智慧 不生不死的大智慧 這個金剛大智慧 這樣聽著嗎? 那今天就這樣了 今天已經 已經半個 一個半小時了 在現在 那麼 所以這次 是 這次 是 是 奧命 Ö 是 beyond from where from where to where from this side of the ocean to the other side of the ocean from this side of the samsara to the other side of the nirvana from this side of the delusion to the other side of the everlasting peace and happiness but from this side of this self grasping and self-cherishing thought to the other side of the no self and cherishing other from this form to the infinite consciousness from this peripheral part of the life to the very core of your life from this whisper to the invisible energy so that's called paramita which method which path will bring you to bring you beyond is the great wisdom of indestructible vajra dhammankata wisdom will bring you okay today we are here so so this it's good that after you receive the oral transmission of the dhammankata sutra uh until we finish our teaching dhammankata sutra since you receive this dhammankata sutra it give give life to the dhammankata sutra so it's fresh within you on your mental continuum so you chant it it best every day until we finish the teaching you chant every day if possible if not at least one time before you receive the next time teaching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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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forgot ah ah i'm going to use the word of indestructible 中文讲了 i'm going to use the word of indestructible now i'm going to use the word of indestructible that's your word of indestructible 所以这个金刚金 很火的 在你的心上 很火的 很新鲜 很新鲜 所以 我 要你这个新鲜 要 更新鲜 每天都要你 我叫你念一下 每天都念一下 每天都念一下 这不是功课哦 这不是功课 所以不要压力哦 大家听到功课就有压力了 我都从脸皮上看得出来哦 所以 这不是功课 所以 没有念 没有处罚了 没有处罚 可是念一下 每天念一下 念这样的话 这个我们的课 还没有结束 我们的课 结束以后 那就没关系了 还没有结束以后 每天都念一下 这样的话 你文字修的时候 他的心上的影响力非常强 像火气这样一样 谢谢 今天到此 我们要回想了 我们头发动 底下 去看一下 在吔沙特兰 为阳 员 给了